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开始 从郑州 大家可以问所有的跟我做过的收担位 我在盖郑州郁达和郑州郁达花园小区的时候 和郁达别墅的时候 我最起码的几百头猪送给我 施工工人 每到过年过节 我们都去看望工人 买吃的 买几头猪 我们对待那些所有的建筑工人 我们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草根 就是最穷的人 就是最低阶级那个人 就是农民 我连农民都不是 连地都没有 我到郑州之前 我是坐着那个三轮车 这些钱都没有 坐客车从河南的范县高码头 高码头坐到了范县 范县坐客车到到了郑州 从郑州火车站 租了个三轮车 带着几床被子 带着我儿子 我女儿 还有我妻子 我妻妹 我们五口人 又到了住了一个房子 叫着郑州的西边 一个叫耿儿 一个人家的房子 后来住了一两一个多月的时候 也就是那一年 也就是1991年的春节前 我呢就去了这个哈尔滨去北京了 家里留了四百块钱 我妻子拿了四百块钱 带着孩子和她妹妹吃饭 就连吃咸菜的钱都没有了 屋里冻得够呛 大过年的二十六人家家里 这个房主要给我 他给他们轰出来 他们几个人抱着被子取暖 就在这个时候 农历的二十九 我从哈尔滨回来了 我身上带了大概五千块钱 我去卖这个节油器 卖节油器 找到了我过去的朋友 刚从看守所里出来 然后呢这个拿了五千多块钱 我到了家以后 马上带着我妻子 和我这儿子女儿 还有我亲妹 马上去了郑州亚西亚商场 到亚西亚商场 买了一个大电视 然后还买了个垫褥子 又买了几场暖被子 给她们每人置办了 几套新衣裳 回来给了这家房主 还是我朋友的家人 然后把房主交给她一年 还给她家买了礼物 这个我看到北京 这个驱离 暴力驱离高低端的时候 这个我是心情是无法平定的 因为我就是最简单的 低端中的低端 我被房东啊 外年经常 这个所谓的查户口的派出所 经常来查 查外地人口 查这个所谓的 当时的叫闲 现在叫闲闪人口 那时候叫流传人口 来查在公安 看到啥好东西 给你拿走 然后你给上他一百块钱 或者二十块钱 给走人 或者给他买一盒烟 买一条烟就拉倒 否则老来骚扰你 这个打的这个名头 都是伟大的 维护社会稳定 切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但是 敲诈的是都最底端 就在跟我们 那个住的房子的隔壁 那个时候就是所谓 在卖淫的小女的 经常在深更半夜 被打得鬼哭乱叫 都是派出所公安干的 查的查的业 就把你给上了 就上床了 经常听到旁边的邻居 受到了性骚扰 那是太正常不过的 那么今天 当我们看到 北朝鲜一个士兵 跑到南韩的时候 说他肚子里边取出了 这个鱿鱼用人份 培植的青菜 所以肚子流了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长了 有说七公分长的蛔虫 这个好像是 这个时代离我们很遥远 好像北朝鲜很低级 那个时候 就91年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是一个 七八个租户里边 共用一个厕所 到厕所里边经常是有那些 我们这低端人口的孩子 肚子疼 吃了那个三角糖 跟我小说也吃那个 拉出来的都是那几公分长的虫子 今天的农村 那不也这样吗 今天的中国三分之一的农村 甚至百分之五十农村 一样的 不比那个好 我来说 我来说 相纯的